那如果我不想呢 不 你肯定想 你从小出身贫寒 来这里打拼 就是为了能够出人头地 假如你坐上了经理的位置 那些瞧不起你讽刺你的 冷落你的 都将会对你巴结 那样的日子过得很舒服 而且还有金钱 真的会让我受怨吗 好啊 如果你不相信我 我也没办法 我的家里根本就不缺钱 我来这里有我的目标 好 你希望我做什么 先不及 我还有一件事 就是我的电话号码 你给别人 所以 我们算是一条船上的蚂蚱了 算是 我只是想知道 那个人是谁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他怎么知道我电话的 刚开始 是你让我刁难安小暖 后来 就是他打电话 让我刁难安小暖 这个安小暖 得罪的人挺多的 好了 切入主题吧 你想要我怎么做 你即和安小暖 假装和好 等他的图稿出来以后 你找个机会 把图稿拍下来 到时候 我自有办法 好吧 只要得到我想要的 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好 先这样了 你先出去 此时正在忙碌的安小暖 还不知道又有人 出计谋 陷害他 真是太难了 怎么了 还没有想出来吗 对啊 这个衣服的图稿 不是给你拿过来了吗 怎么会没有想好啊 原来我想错了 我以为有这些就简单多了 没想到这图稿画得太完美 导致我画的都不对称 那怎么办啊 不知道 等我回去问问就可以了 问谁啊 宝密 哟哟哟哟 还有秘密了 那我就不问了 现在刚好下班了 我们先去吃饭吧 好 去吃饭 小暖 等一下 怎么了 小暖 那个 对不起啊 以前我对你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你原谅我吧 苏燕燕 你又想做什么呀 真的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啊 我是农村来的 看见你一个实习生 就得到很多照顾 而我却没有 所以一时间极度涌上心头 所以一直刁难你 所以 对不起啊 你让我们怎么相信你呢 你们可以让我做任何事情啊 好了好了 只要知错能改就好了 秦秦不用这么为难他 小暖 你不记得他之前是怎么对你的了 哎呀 哪有人生来就不会犯错的 没事的 我们就原谅他吧 没事的 谢谢你能原谅我 以后我会补偿你的 就当是我之前 对你做的事情赔罪 没事 好了 既然这样 我们现在可以去吃饭了吧 等一下食堂的好吃的就没有了 走吧 我们去吃饭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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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